好消息好消息 这个消息真是太棒了 我还以为我要走了吗 都把电子小丑户都送给别人了 送谁了 当然是朋友了 你怎么不送我啊 你都那么大了 别忘了 你还借我十块钱呢 好啊 在我临走之前 你都把它算清楚了 我一定花你 真要跟我算账啊 是你要跟我算账 逗你玩呢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哪能跟你算账啊 我应该为你暂时不走 而高兴才对 真的假的 真的 说句心里话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呢 真的 吃吧 吃 你看 多好看 好看是好看 我没用着了 谁说的 懂 懂 啊 在哪儿 那不嘛 在买东西呢 看来真要走了 咱们过去 问问她什么时候走吧 好啊 懂年呀 好可怕 你没用着了 看来真要走了 喂 咳 咳 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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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跑什么啊 先两天还跟你一回房秀 谢谢有个好手机到猫子的 莫名其妙 等你久了 还对了可欣 是不是因为妈妈跟董灵说了什么 她怎么那么躲着你 我们家可欣 将来是考重点大学 你过不久也要走向社会 你们这样下去 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以后你不要来找他们 懂吗 可欣 再见了 怎么啦 还在想刚才那件事啊 我得问问妈妈 她到底跟董灵说了些什么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她下了课后还得去接晒枕头 等着吧 一 二 三 四 眼睛 看手 跟着手 四 二 二 三 四 来来来 你的体员 你看啊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有一种美的感觉 你们一定要把心体和这个孕育的自如 来 咱们再开始 下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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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伤 你看他 你别怕了 不行 我找妈妈去 你真的要去找他 我等不及了 你也懂你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信息 问问不就得了 我了解董您 她是不会告诉我的 我只有问妈妈了 我走了啊 可欣 非问不可吗 有这么重要吗 非常重要 您好 请问您找谁啊 我找我妈妈 她是这儿教行你的教练 是邱教练吧 她已经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刚刚五分钟吧 谢谢 怎么这么不公式的 大家都在走口嘛 别那么玩命啊 这么多 你回来啦 叫你别着急 白跑一趟了吧 妈妈回来了吗 回来了 在做饭呢 妈妈 我有话要问你 说吧 我问你 你那天到底跟董您说了什么 我当然说了我应该说的话了 怎么了 不对 你肯定说了你不该说的话 不然 董您怎么不理我了 哎呀 不理你就不理你嘛 我还巴不得她走远远的呢 妈妈 你怎么这样啊 我怎么了 她几次都差点把我下出心脏病了 我还没找她算账呢 你顺利 我什么 妈妈 我觉得你看不起她 她是我最好的同学 我不希望她在走的时候 心里留下抹不掉的阴影 她是你最好的同学 不错 可是我是你妈妈 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 那你也不能一点都不忌别人的感受啊 董您的父母离婚了 她又赶上了职高 现在又要离开北京 她已经够倒霉的了 你怎么能那样对人家呢 我告诉你啊 我情愿让你现在埋怨我几句 也不愿意让你以后埋怨我 到那时候就晚了 用不着以后了 反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趁心了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种说话呢 你可以吗 你怎么了 妈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总觉得应该给董宁道个歉 你总不能让妈妈给她道歉吧 那你帮我出出主意 有了 你现在就给董宁发个信息道个歉 就完了 现在 还愣什么快点 好吧 好吧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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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来 我来说 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 董妮看到信息以后 不会无动于衷吧 应该不会吧 那我再等等吧 快睡吧 小姐 别那么上心了 明天再说吧 好吧 信息 董妮呢 她说什么了 怎么不说话 她到底说什么了 我自己看 不必了 我们本来就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再见 这个董妮别理她了 她的自尊心一定受到了伤害 你不是已经道歉了吗 我明天去找她 她都这样了 你还去找她 她是一个人生命 always 她是一个人生命的 那我已经找到她 她是一个人生命的 她是一个人生命的 她说什么 她就是一个人生命的 我认为她是一个人生命的 有孤zego 她是一个人生命的 就有一天 我导致 我ops 我 richt草 我去森 这位同学 请问你认识董宁吗 董宁呀 认识 他今天没来上课吗 他从昨天开始就没有来了 他就要走了 他可能不来了 谢谢 那你打来手机吧 这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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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姐姐 你回来了 奇怪 我跟可行姐姐说话 她好像跟没听见似的 样子怪怪的 姨妈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是吗 嗯 你去看看吧 嗯 我去看看 可欣 可欣 是不是 是不是 为了董宁还在生妈妈的气啊 董宁已经彻底消失了 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提她了 她怎么了 她怎么了 还问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们同学一场 她走的时候 就连借我都不愿意了 就连借我都不愿意了 妈妈 你知道你做什么吗 你伤害了一个人的自尊心 在你眼里 懂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和她是平等的 妈妈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有可能使她从此一蹶不振 甚至自该堕落 有那么严重吗 我如果说了一个 妈妈应该说的话 不能因为你是妈妈 你什么都对 而我们什么都错 你们做家长的 什么时候平视过我们啊 好了 别生气了 那天 妈妈可能说话 是有点欠途 可是妈这样 也是为你好啊 别气了 刚刚 我翻了一下日历 才知道 马上你们要过生日了 打算怎么过 跟妈说一声 我没有心思想过生日的事情 妈妈 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好吧 你跟艺人也商量商量 商量好了 告诉我啊 离开活 我再跟艺人售网 哈哈 好 行 呀 好 我回头了 我帮你了 又是那边的 媳妇 只能有的 要不我给他打一个 我已经给他发信息了 他一开始我的电话号码 不会回的 那就算了吧 以后有机会再跟他解释呗 那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哎呀你先别急 董宁跟咱们班同学肯定有联系 要不我这几天跟你打探一下 如果他还没走 你就去找他 这不就完了吗 好吧 妈妈 我和可欣商量好了 生生自己过 嗯 你们要过生日了 太好喽 哎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是想锻炼一下 希望你跟爸爸都不在场 哎 那我可以做 你可以 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我们想找一下长大的感觉 要是你跟爸爸都在 我们永远是小孩 好吧 那你们需要什么 就跟我说一声 我跟你去买回来 嗯 嗯 妈妈 你不吃了 吃好了 妈妈是不是生气了 当然不会了 姨妈呀 是个有胸怀的人 哎 你们打算让谁来呀 同学呗 哎 那我可以带两个同学来玩吗 谁说不行啊 愿意带谁就带谁 哎呀 好 小枕头 嗯 我知道你想带谁 带谁 是那个 安妮小姐是吧 你讨厌 谁讨厌了 带中了吧 嗯 嗯 嗯 你来了 最近忙也没去看你 伤怎么样好了吗 哎呀早就好了 我在家一分钟都待不住 正好心有灵犀 你一打电话我就来了 怎么样 孩子 都去上学了吧 情绪不对啊 你刚才在掉眼泪吧 没有 我都看出来了 你快说谁欺负你了 真的没了 哎呀 你快说出来吧 啊 我我好帮你分析分析 没什么 哎呀 你看你这样 我就是觉着 孩子都大了 不再理解我们了 我当时什么事呢 挺正常的 有什么想不开的 以前嘛 以前他们过生日的时候 我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带他们出去吃饭 那时候觉得特别幸福 真的 现在他们过生日倒好 他们自己要给自己过 不要你管 也不要你们参加 你说 可真 你看你的想象也太丰富了 不就是孩子们在一起 自己过个生日吗 他回来还不是喊你妈妈 再说你的学员关系没有改变 你就给他们一点自由 你还唠得个轻松一些 多好啊 为什么 我就是心里面不习惯 就是 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行了 那你就看看我吧 我那孩子 离我千里迢迢的 见不着面姑说 生日更过不着了 行了 你就知足吧 还有一件事 你听听我 你就说那懂您吧 家里边条件不好 连大学都不想上了 跟我们家可欣在一起 我反对他们在一起 可是我们家可欣倒好 他不高兴 他还真的生气了 你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哪个不是比他们儿女着想 他们做儿女的 真的理解我们了吗 阿珍啊阿珍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 欠妥 什么 我欠妥 当然了 因为你把董宁 当成可欣未来的男朋友了 不然你不会那么紧张 也不会主动找人去谈话 事实就是这样 是你自己 把事情复杂化了 还以为人家要怎么着呢 现在的孩子 虽说没有什么 男女受受不清的心理约束 可也不是咱们想的那样啊 这上来就是男朋友女朋友的 他们现在是合得来 就在一起多聊聊 相互帮助一下 关心一下 感觉一下温柔 无非就是给枯燥的学习 添点颜色 加点佐料而已 你看看你紧张的 给人家上纲上鞋 到头来自己碰一鼻子灰 多难受啊 你倒真想得开 这是从我女儿身上总结的经验 别谈这些了 你什么时候走定了吗 下周四 这一次去 我可能时间会长一些 回去以后 要遇到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 我也好开导开导你 于是啊 要想得开 冷静一点 懂吗 你说咱们俩遇着事 谁更冷静一些 那当然是我呢 看你 半斤八两 去你的 小枕头 别玩蜡烛了 做点正事 把饮料和杯子都拿过来 粉在这儿 哎 这么热呢 爸爸回来了 人家是忙什么呢 我们俩要准备一个生日派对 谁过生日啊 哎 爸爸 你连我们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真你好 那你记得姨父的生日吗 哪年哪月哪日 忙了吧 好了好了 这事都怪爸爸不好 整天忙的都晕了 还好赶上你们生日了 我跟妈妈一定给你们过一个愉快的生日 哎 妈妈呢 啊 上课去了 哦 那怎么样 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爸爸 你刚回来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准备得差不多了 好吧 听见了没有 姨父还说给你们过个好胜着呢 你们已经把它给开除了 孩子们 看什么来了 哇 这么大的大蛋糕 肯定是双层的 是 我瞒你说 我从小到这么大了 还没吃过双层的蛋糕呢 是不是 那你今天 就使劲地吃个糕 啊 谢谢妈妈 回来了啊你 哎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一会儿 你看 衣服还没换呢 瞧我这记性 我还以为你明天回来呢 幸亏是今天回来了 不然 孩子们生日都赶不上了 这是天意啊 是不是啊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同学几点钟来啊 一会儿就到了 啊 那你们今天好好地玩 嗯 啊 啊 阿冲 过来我跟你家没事 好 你们先忙着啊 嗯 来 好 快去换衣服咱们出去 怎么这样 今天不还能过生日吗 怎么这样咱们出去啊 就是他们说的 他们俩说啊 他们要自己过生日 不希望我们在家 原来是这样 这些个孩子 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呢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哎 不过啊 您也别太难过了 啊 孩子们都这么大了 让他们自己过此生日 未必是坏事 嗯 我知道 你快去换衣服啊 好 哎 哎 小小小小 你爸你妈多好呀 她哭的都留给咱们 不像我爸我妈 一百个不放心 咱们班有几个人的爸妈 能像一人可信他爸妈 这么明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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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小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有个人没来 谁该来的没来啊 谁该来的没来啊 懂您啊 哎 你怎么累死我 还挺累死我 对不起对不起 好了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 嗯 好 你懂吗 你懂吗 怎么 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啊 找他吃点东西吧 是川菜还是粤菜 我不想吃啊 你呀 就是太脆了 将来女儿要是出国了 或者到外地去工作 你还能每个生日都陪着她 当爸爸的和当妈的就是不一样啊 你怎么能理解我的心啊 好了好了 反正我肚子是饿了 咱们还是找这儿吃点东西吧 啊 那晚上我们随便吃点吧 行啊 来 我们去那个吉野家吃吧 可以啊 先讲实在怎么去这儿北包厂啊 哦 为什么啊 好几十位学生和家长啊 尽体过生日啊 实在对不起 没事 没事吧 再见 好好好 谢谢 很客气啊 你看看真是不巧 那就别吃了呗 那怎么行 总得吃点东西啊 那好说 嗯 咱们就回家到楼下 随便吃个煎饼果子不就得了 可以 差点愿意 没事 不要吃点车 我然后 还要不要车 发眼怎么回家 好空啊 不是 还要不来啊 我是 真的是 安妮 哦 瑞怜 嘞 你听懂了 我听错了 嗯 硬了 用没有我去看她 嗯 那你就叫她好好的休息吧 嗯 再见 拜拜 三星头 别电话呀 不是找你的 嗯 别说 这东西不好吃吧 美食还挺好吃的 嗯 嗯 你说他们两个人如果有一天 真的离开我们 你会 你会怎么样 会适应吗 慢慢习惯呗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样呢 将来 将来 有打算在你周围世界 怎么样 真的 那是真的吗 我想啊 将来孩子们都出国了 或者上学了 我就不飞了 带着你周围世界 好不好 太好了 哈哈哈 公共场所 注意一下形象 我还不管呢 哎呀 见面我还没吃完呢 好 还把那水多 好 可以 捏着了 哎 咱们在吃蛋糕前呢 还有您个节目呢 您问了 什么节目啊 好 差一点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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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一下 下面啊 我们请双棒寿星 许愿 好 好了 好 吃完吗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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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呢 给你吃菜一些 谢谢先生的 我还有个要求 吃菜就听 好吧 那我们就满足一下 我这个小弟弟的要求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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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来的 哎 是我妈妈给我的 我爸爸录的 这上面 有咱们三个小时候的哭声 我爸爸说了 我生了的时候 绝对不能忘了妈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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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会儿就回来 音乐 我感觉爸爸妈妈没有走远 你怎么知道 第一个感觉 我们去那边找找 好 好 我妈妈 到底在哪儿呢 我妈妈 你怎么想要走 我妈妈 你怎么会再给你 妈妈 妈妈 可欣 这就开了 可欣 妈妈 我感觉 RIGHT 好 祝你相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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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尴尬 小哥怎么来了 什么事啊 董宁要走了 今晚的飞机飞海南 真的吗 天真万确刚给我发的信息 走 我们去他家 来不及了 人家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那怎么办 让爸爸送我们去机场 那我走了 谢谢 谢谢 阿庄 你找出这本书吗 对啊 在哪儿找着 妈妈 要床底下 能送我们去机场吗 怎么回事啊 我们要去送董宁 再往就来不及了 董宁 董宁不是走了吗 他今天走 我们一定要去送他 好 没问题 走吧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好啊 回来 爸爸 再快一点儿 哎呀 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找不到啊 咱们去那个安检那儿去 啊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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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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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错怪你了 董宁确是个好孩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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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一点儿吧 说我怎么脑子真的 怎么把他真的放学的事都给忘了 不能再快了 你以为我在开飞机啊 小姐姐会出事吗 不会的 小姐姐千万别跟龙老师二人走的 妈妈 你别那么急着 放松一点吧 对啊 小姐姐都心灵着呢 你别紧张了 妈妈 你放心吧 学校怎么一个人都没了啊 就是啊 早都放学了吧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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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志 请问你学校还有没有学生啊 晚一放学了 晚一就去玩 他能去哪儿呢 他有没有家里钥匙 有啊 我 我前两天还给他配了一把 好 那哪都能去了 赶紧回家 小枕头 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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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你怎么搞得吓死我了 小枕头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的 按你给我送我 我说没事吧 我老板说 吉人自有天下 好 好